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馮盈盈近日在新劇《反黑路人甲》中 首导星做女主角 飾演景花古殷儀 是臥底王浩信的上司 第一次担正 盈盈自爆压力很大 对呀 其实因为自己 也对自己的期望很高 希望可以做好我的表现 所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会有点压力 然后曾经试过在拍摄的途中 在那个location的地方 就是当着导演 还有就是浩欣 还有这两个面前 哭了出来 但是呢 是因为自己给自己压力而已 所以后来我想通了 就解决了 除了拍戏 仍然都有主持综艺节目 自己又喜欢哪样东西多点呢 其实我就是这个野心也不小的 我自己的目标呢 是成为一位传能传能的艺人 就是也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也是一个出色的主持人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 其实我也想发展我歌唱的事业 做一个歌手 如果可以的话 所以呢 我不会说就是 就是具现自己 只能做一方面的事 我会多做尝试 希望每个方面都做得好 给大家肯定 我觉得我可以用行动 是证明了 我在不同的节目 不同的戏剧里面呢 其实也简现了不同的形象 所以这个可以随着实践 还有我真正的工作表现 给大家看到 我主持不同节目 也不同的模样 我在演不同的角色 也会有不同的就是性格出来 所以我希望可以捧我这个表现 可以让大家肯定 我就是各方面都有实力 比如说都节 都节 也是 就是 无论在主持人 还有就是做综艺 还有就是演戏拍电影 都非常之厉害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不是不可能的